我们325这一题 当然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用Column跟Raw 要变出什么 上个礼拜有讲过 第一个你要把这个Column跟Raw 325有没有 第一个要先什么 先把这个表格先变出来 1234 5678一直到32了 OK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用index 他会问我三个问题 第一个范围我知道 第二个呢 哪一列我不知道 因为列会变嘛 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那蓝的话这一蓝 所以呢我必须变出什么 变出这一个表 1到应该是32 OK 然后再把变出来这个位置 放到index里面 自然就可以把我要抓的资料给抓到了 OK 然后再把前面的这些去掉 去掉完之后的话 那就留下我要的结果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上个礼拜有想到 OK 细节我想就不再赘述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步应该是column 有没有 用column跟roll 乘以4应该到这里 第一步嘛 我打勾了 第一个就是产生1到32 那为什么1到32 因为刚好这个范围的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我要抓到这边 意思就是说 index有点像是帮我把我的哪一列抓到哪一个位置 OK 第一列抓到这里 第二列抓到这里 这是第三列 一直都一推嘛 那再来我们可以利用什么 再利用index 所以如果你这个做出来之后的话 再把它 加这个加到那个index 就是用那个简式参照里面index 那这index里面的话需要给三个嘛 第一个就是这个范围 所以Ctrl-Shift向下 我刚刚讲说B2到B3是3 OK 然后按一个F4好了 先把它锁起来 OK 然后 Raw number 其实就刚刚产生的这个 哎 我要第几列 Raw number 哪一列啊 这个范围的哪一列 那Color number的话哪一栏 因为这一个范围只有一栏 所以你就直接输入1就可以了 OK 然后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向右 向下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我要的资料搬过来 不过蓝宽4K 选起来点两下 再来就多前面东西 所以我可以怎么 再利用那个第三个阶段MID 所以可以怎么 上个礼拜讲过 你可以再用文字函数 里面的MID MID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怎么 把刚刚的东西贴过来 就是index这一串 不包含等号 然后呢我要从第几个字呢 可以根据它的栏位名称 刚好上面栏位名称 刚好1234 刚好这边1234 也是match的 所以我们刚好 算它几个字LEN 钱瓜 我跟他讲说在这边 然后加几个字呢 冒号的下一个 所以加两个字 那后面的字全要的话 就99 还是有讲过 然后你就直接 这边 因为向右的话 要变动 向下不要变动 所以请你在1的前面 加一个前的符号 OK 只要没有做错 前提是不能做错 任何一个小细节 OK 所以啊 以后的话呢 你要把一件事情完成 反正就是按分阶段 对 你不可能说像这么复杂 按确定之后 向右 向下 OK 然后再选这四栏 快点它中间其中一栏两项 OK 这样就是我们结果 那实际上 以后复杂的公式 反正一定不可能一次完成 然后人家从头到尾 就没有了 连我自己我都不是这样 我一定就是分阶段完成 所以我会第一阶段 我刚刚讲过 1先产生这个 2再用index 3再用mid 所以分阶段 1 2 3 如果还有啦 更复杂还有四五六七 反正就是一直在把公司 剪贴 剪贴 这样子来做 基本上应该没有做不出来 OK 那只是说呢 如果像这么复杂的公司 反而用VBA来写 所以反而变简单的一些些 所以因为VBA大概就写两个回圈 加输出到哪里 其实结果就OK了 OK 所以也许你们也可以想想看 如果今天呢 我不用这个公式 我要用VBA 帮我把这个资料搬到这边 这个资料搬到这边的话 那要怎么做呢 那这个当然 比较可能要注意的就是 你必须要告诉他说 从哪边写到哪边 所以其实是复制的概念 这个复制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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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的概念嘛 那我们用Sales 有没有 前面好像讲过嘛 那个在乐透彩里面 取得前七名的有没有 有印象吧 那其实概念有点类似 那只是说你要怎么样 刚好可以用VBA把它写出来 也许可以想想想看 那当然如果你可以想得出来 还可以做没有问题的话 恭喜你 真的你学会了 OK 那如果还没有OK 还想很久 想不出来 你可以先参考我的 那以后的话 尽量还是要再花一点时间 一定要把它熟练 不要说你会了 放着就算了 另外工作里面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 你记得就把它拿来用用看 OK 所以这个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请各位再把它改写一下 另外 其实 Excel里面还有一个函数叫Indirect 请各位把这个工作表再复制 另外的话 请你把这个Index 改成Indirect OK 那Indirect 特别注意 如果用过的话 应该知道 它跟Index 有非常多 应该是有蛮多的不一样 那只是说呢 到底Index 跟Indirect 有哪些不一样呢 特别说Index 你需要给三个东西 一个是范围 那个范围的哪一列哪一栏 其实感觉上 Index 有点像Sales VBA里面的Sales物件 Sales瓜糊 后面不是哪一列哪一栏 其实 真的Index 蛮像Sales物件的 那 Indirect 它蛮像VBA的Range物件 因为Range物件里面是要给双引号 比如说哪一个储存格的位置 比如说B1 A1 对不对 那其实 Indirect 用法几乎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它可以是一个储存格 也可以是一个范围 前后都要加上双引号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Indirect 比如说我今天要抓哪一个 A1这个可以空下 不管 Ref & 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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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看到Tex 先加两个双引号 反正以后呢 你在Excel里面的函数 你只要看到Tex 记得 先打双引号就对了 像什么 像Tex函数有个Formate Tex 只要是Tex 一定都是双引号 而且一定也要是自串就对了 那比如说我今天这个里面要放什么呢 其实这个是要抓这个储存格 那这个储存格的话 在Excel里面叫什么呢 就是B1 所以其实你就是在这边放什么 放 不是 跟这样 B2 所以你这边的话就是 跟它讲说 你帮我从B2里面把资料复制过来 按确定 你会发现 他就帮我怎么样 把资料从这边带过来 有没有 IntelRex其实跟Range物件相似度非常高 只是一个是在Excel里面 一个是在VBA里面 那所以呢 这个的话呢 应该是抓这个 那就B3 所以如果以这样推公式来看的话 那应该这边贴上之后 你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3 打个勾 这样子的话呢 他要抓下一个 那再下一个呢 变4 5 6 7 8 9 10 所以他需要是2 有没有 这个是B2 2 这个是B3 4 5 6 7 一直到33 所以 如果你要 那当然我们可以先把数字先产生好 那可是数字要怎么产生 其实你可以用上个礼拜做的这个来改就好 上个礼拜是Column Column 减2 然后在Rode 减掉2 乘上4 这个至于 这个为什么 如果不是很了解 回头看上个礼拜影片好了 不然的话又要花时间 那我打勾的话 这是1 可是我要2 所以怎么样 把Column 本来减3的 因为他现在在第四栏 那就把它减2就好了 其他要不要改 按打勾 其他应该不用改 向右 向下 到33 OK了 那这个OK之后的话 待会把这一个再放到Index 把在Index里面 就OK了 怎么放 基本上一样 把这个减下 再插入什么 Index 这个 然后 这边特别是 它一定是B欄 因为你会发现 反正资料一定都在B欄 只有后面的2 3 4 5 6 一直到33 会变动 所以先给一个B的字串 串些end 再把刚刚那个东西贴在后面 就OK了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它就自动B2就出来了 那这个原理 其实 主要是因为它本来是2 是一个数字2 它遇到了end的符号 遇到end它自动会把它变成这样子 然后跟前面的B串在一起 所以跟B串在一起 变成这样子 两个串在一起之后 那最后就自动变成什么 就是B2了 应该可以懂那原则吧 所以也就是数字碰到end自动转型 OK 这个是它里面的自动的一个功能 按确定之后的话 理论上我看看这边应该就不用改了 直接Bend后面这个数字 那就B2 下一个就B3 所以向右 向下 有没有成功 成功了 OK 那把它蓝宽再调一下 但是还是一样 多什么 多前面东西 所以其实跟刚刚一样 你可以用什么 用刚刚讲过的 最简单的还是用MID 虽然云端上我有讲用replace 如果发现replace还是没有那么简单 还是用MID最简单 所以一样怎么样 你就是再利用刚刚讲过的那个MID函数 然后你就可以做一样的事情 把这个公式贴上去 刚刚是index加index 然后呢 这一个的长度 所以这个是LEN 钱瓜符 然后这一个 加上两个字 然后并且把E给锁起来 因为一定是第一列 那这个 这个的话呢 就是99 一样嘛 我给它确定 那理论上这样做出来的结果 也会是跟index 是一模一样的 有没有 一模一样 这个 这样你会发现两个都一样 那你想说老师 既然都一样 你干嘛讲两个 那你 我们只要学会index就好了 那为什么要学index 一定有道理的 因为后面的话 我们还要把 VBA 我们要用VBA 那VBA的话 其实它的概念呢 跟什么 跟index 比较接近 也就是如果你会用index 你可以 把同样的概念 转换成VBA就可以了 那只是说 你要转VBA里面的话 我刚刚讲过 index函数 你在VBA里面可以把它 转成Range 有没有 所以类似的方法 试试看 反正方法 如果你想得出来 应该就简单了 我只是说 让各位知道一下 index 比较像Sales物件 而Index 比较像Range物件 那这两个物件说真的 你也不能只学一个 有没有 你会发现我们用来用去 如果是在货回圈里面 一定用Sales 那如果是固定的位置用Range 或者一个范围一样用Range 那就好像index 跟Index 这个如果你是有单学一个 好像很多地方也是不足 OK 所以两个都要学 那请各位试一下 请你把Index的部分 再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两个函数 也相当重要 尤其是蛮多地方 你在用V的函数 没办法查询的情况下 其实蛮多地方 你要查询资料 用V的函数是 没有办法办到的 那如果没有办法用V的函数 去帮你查到你要查的资料 并且把资料带过来 比如说你的报表 你的报表里面 假设你的资料 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那你要把你的 你的资料从另外地方带过来 可是带的资料呢 又不会 没有办法像V的函数 可以直接把它查过来 那你就势必一定要用Index 或者Indirected 这两个函数其中一个 去把它完成 当然用的哪一个比较常用 当然看起来应该是Index 感觉会多一点点 不过蛮多地方 好像你不会用Indirected 也是没办法把资料给做出来的 比如说像什么 像 像 先生有同学问过我说 如果 下拉清单 它希望是两层的下拉清单 比如说第一层下拉清单变动 它自动下一个下拉清单 也会跟着变动 两层甚至三层四层 这个时候如果 你不会用Index 你是做不出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比如说你要做好两层或多层的下拉清单的话 那你就一定要会用Indirected 这个函数 还有哪些地方 还有就是你要抓一个范围过来也是一样 因为我讲过了 它真的还蛮像RAM的误件 你可以抓其中一个储存格的资料 你也可以抓一整个范围资料 一整个范围 OK 请各位试一下 的